B.A.E.系统公司 唯一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任务系统提供支持日前 B.A.E.系统公司宣布 根据其签订到海之作战系统集成支持服务 Nexus 附加合同 将为英国皇家海军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关键任务系统提供支持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任务系统 有62个独立的子系统组成 对航母的加入至关重要 该系统集成了实时系统 通信系统 信息系统三大类系统 其中 实时系统包括作战管理系统 气象及航海系统 雷达系统 战术导航系统 即是平监控系统等 通信系统由内通及外通组成 具体包括广播及警铃系统 战术通信系统 无线通信系统等 信息系统包括本地系统及码络基础设施 集成了全舰传感器 通信设施等 图一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任务系统 在这项被称为NCSISIS2.2阶段的新写意下 BAE系统公司 位于朴瓷茅四地海上集成支持中心 MISC的工程师们将为两艘航母的任务系统提供支持 MISC自2009年以来 一直为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提供服务 并在其首次飞行事业准备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 该中心成立于2004年 一直为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提供关键座 战系统设备与集成 并为其全球部署提供支撑 在一项达1000万英镑的升级项目中 MISC还将为BAE系统公司 作战系统研发新技术 土耳BAE系统公司 位于超瓷茅四地海上集成支持中心 MISCBAE系统公司海军舰艇 作战系统主管理查德威廉姆斯表示 海军作战系统集成支持服务 Nexus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使其保持最佳使用性呢 接下来BAE系统公司将与英国国防部 奎乃蒂克公司一道 共同为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对信义舰艇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Nexus合同还包含针对26型护卫舰等新型舰艇平台的技术支持 26型护卫舰首舰的设备测试已于2018年7月在MISC展开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是英国海军最强大的舰船 由巴布科克公司 泰蒂斯公司 BAE系统公司和英国国防部负责建造 首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2008 已于2017年12月7月正式服役 2号舰维尔士卿王号2009 已完成结构建造工作 预计于2020年服役 建成服役后 这两艘航母将在全球各地开展行动 包括人道主义救援 救灾 打击恐怖主义 以及高端作战任务等 该机舰满载排水量 65500吨 长282.9米 宽38.8米 制水11米 飞行甲板长277米 宽73米 航速26前 续航力7000海里12前 舰员733人 航空连队853人 另有其舰参谋人员95人 该舰最多能搭载40架舰载机 其中以F35B闪电二舰载机为主 图三伊丽莎白女王号 作图 和威尔士卿王号就图航母相关研究成果 链接 一 国外主战水面舰船发展 及对国内的启示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15页2 AIP潜艇南海区域安全威胁分析 研究报告 2018年 270页3 海洋防务无人装备体系与发展规划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2018年 400页4 国外海军无人系统2 研究报告 2017年 220页国外海军无人系统 研究报告 2014年 341页5 美国海军水下探测系统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01页6 美生潭性作战役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236页7 国外典型基地破冰科考船研究 2018版 研究报告 2018年 151页8 美海军F FGX 未来导舵护卫舰系 研究报告 2018年 40页9 美国海军航母舰内物资转运系统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图书 2018年 230页10 日本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 拼组制机构和装备研究 研究报告 2018年 169页11 国外现代典型驱逐舰研究 研究报告图书 2017年 433页12 一场规潜艇装备与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研究报告 2017年 283页13 美海军DDG1000系驱逐舰的机电控制系统ECS研究 研究 研究报告 2016年 91月18 美国海军综合海上网络和企业服务CN1S项目 研究报告 2013年 58月20 美海军舰艇的人与系统集成 HSI设计研究 研究报告 2013年 49页微信该版了简单三部制顶中国电传研究 每天轻松读好文苹果用户 社新标 安卓用户 社制顶BMT 单收录期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